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我的朋友 Lucy 她是这样的 她是一个非常 善良 美丽大方 可爱可亲的姑娘 她跟我一起去 夏威里旅游吗 她小我三岁 但是基本上在行程上是她照顾我 她在开车 开车带我 她还有勇气去跳伞 那个时候我生 就是去 夏威里的路上 我当时在生着病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 因为可能是嗓子说话太多吧 就发炎 最后搞到身体发烧 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呢 她完全不嫌弃我 她愿意跟我面对面的讲话 而不是把脸冲到别处 当我说话的时候 然后呢 她居然肯跟我喝同一瓶水 然后跟我住一个房间 待在一个空间里 她完全都不嫌弃我 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当然我那个呢 并不是感冒 会是传染的 只是因为 一些身体的免疫反应 让我自己很难受 可是这已经 所以 她没有事 就是 她没有就是感冒 因为不是感冒 然后 她让我非常感动 就是 她 她照顾我 然后呢 不嫌弃我 非常善良的一个姑娘 而且她很大方 她送朋友礼物 然后 她 跟朋友逛街 她都是 照顾别人 然后为别人 设想很多 是个非常难得的好姑娘 然后呢 是我非常好的 学习的榜样 那时候我还问她 你怎么能够做到 跟别人讲话 那么自然呢 你和朋友怎么聊天 聊什么 她特别会 会聊天 非常好的 她有非常非常多的 优点 加油